蒋建国贝勉内幕,外宣失策过度吹嘘我的国图,看中国记者林中与综合报道,中共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日前贝勉国新办主任一职,港媒披露该职将由习近平亲信徐林接任,而蒋的贝勉或是为贸易战前中共过度吹嘘的外宣策略失误单则传蒋建国贝勉因为外宣失误单则,习亲信徐林接手综合媒体 7月27日,报道7月25日,中共宣传系统发生人事变动,掌管内外两个牌子的外宣喉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突然被免,紧挂中宣布副部长一职,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12月出生的蒋建国,今年还不足62岁,尚未达到中共正部机关 人的退休年龄65岁提前卸任,令人意外外界对此猜测纷纭 香港南华早报7月26日报道称,两名消息人士称,中共正在调整宣传和网络领导层 以确保外宣符合当局的路线消息人士还称,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徐林,预计将接替蒋建国,掌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徐林是习近平在上海工作时的旧部报道 援引上海学者陈道英说,中共的宣传部门过度吹嘘中国将崛起为世界大国 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之后,这个形象显得苍白无力 他说,这是一个战略错误,或者说是个失败必须有人负责 必须做出改变习近平相信徐林会进行改进报道 网友还称,例如中国制造2025计划将主导一系列的高科技领域 但是这适得其反,反而成为了贸易战的一个焦点 迫使北京淡化处理这个计划 不过陈道英说,中国现在改变宣传口径可能太晚了 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已经被北京不自由的倾向 以及在外交上的咄咄逼人给破坏了 蒋建国或是王沪宁替罪言外界 关注到近期中美就贸易问题交战 中共方面在重重困难之下口风转软 并开始对厉害了我的国和中国制造2025的宣传转向 而当即对总书记习近平的吹捧似有降温 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 有台湾媒体刊登社论 引述中共宣内人士的话说 王岐山、刘和、汪洋等务实派 深知国力疲惫不堪一战 但不安实务的党务大员和居心叵测的保守派 极力鼓吹民族主义情绪 鼓吹与美国开战文章没有点出不安实务的党务大员的名字 但按照中共的内部分工外界普遍认为 是主管中共宣传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中美关税战7月6日开打 当天 多名匿名中共官员罕见借港媒专访 就贸易战发生 从对话内容判断受访的包括外交系统 政府部门和经济领域的官员 这些官员言论激烈 并且明显是打着习旗打击党内政敌 一方面为习近平从未放弃韬光兰会辩护 一方面将贸易战责任推给中共 党内部分官员和党媒认为 党内高层有人屈解释中央意图 做出不当判断 发出不当宣传指令 强调这些人是中共的真正敌人 有关矛头指向 同样是主管宣传的王沪宁 王沪宁自7月4日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 再也没有露面 近期传出王沪宁被党内政敌 要求为贸易战负责下台的消息 外界相信 蒋建国是当局目前抛出的 第一个文宣细体罪养 蒋建国被免实权依宇 与派戏被竟有关系的亲信徐林 一旦坐实掌国新办 等于徐家军正式掌控了这一重要外宣喉舌 有关蒋建国被免一些媒体 关注到其派系背景 蒋建国被指设两年前 新疆无界新闻网反习公开信事件 2016年3月4日 由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台信传媒和阿里巴巴三方打造的中国网络媒体无界新闻 突然转发一封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 信中威胁习近平注意 你和你家人自身安全事件 引起轩然大波 船曾被当局视为头号政治大案 多方消息 只将派多名官员都参与了公开信事件 时任新疆书记张春贤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卢伟和蒋建国 即将派常委刘云山等人 2016年4月的香港争鸣杂志报道 蒋建国是刘云山下台前组建的反习小联盟 成员另据说蒋建国跟令计划 是湖南大学研究生班的同学 海外中文媒体 2016年3月人引北京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 透露中宣布副部长蒋建国是令计划的同党 习近平当局在2016年清理令计划与党时 蒋建国也危在旦夕 看中国26日报导认为蒋建国可能会寻去年被查的 原中宣布副部长卢伟倒台模式 相免实权在落马相关新闻移走卢伟模式 中共国勋办主任蒋建国被缅 台北京接近台